超級無敵海景 他見到一速看上去是超級無敵海景 我覺得這個就會好很多 因為10樓現在可以看到 我們舊區的一個沙灘線 即是走沙灘的線 如果白樓就會被前面這座山擋住 擋不會擋 只不過是看不到這裏的海景 何時要等 怎麽可一世不安的人 此晚若望表你都算興奮 可惜每當年落便念你更想 背著人心酸 人與怨相戀 退堂等世界再沒秋貴 再算 秋來也秋去 秋風救人掉眼淚 何時再跟你可重聚 秋來也秋去 HELLO大家好我是喜家明 今天來到27座 現在又找一套移分出來 不是移房 他換我大積一點 10樓 02單位80方的10樓 現在是27座最高的樓層 我今天是接到消息 銷售的消息 過來拍一條片給大家 現在高樓層的樓基本就是沒有了 維港灣這裏 有的話都是東南廚 看不到海的 10樓這條片一定要看下去 因為景色會很漂亮 比白樓看示範單位的景色會漂亮很多 所以敬請留意 打個廣告 我們今個月起家到下個月的15號之內 我們和我們起家買樓會送大家一個小米的超大65吋的夜精大電視 4K的高清 亦都送大家一個三開門的雪櫃給大家 亦都送一個大眼的滾筒洗衣機 包含空乾的功能 所以不怕冬天的時候洗完衣服 怕不乾 我們現在回到實體樓去看看景色是怎樣的 待會見 阿佬 現在我們上到10樓 最高的樓層27座 亦都是我覺得02到080樓的單位最正的就是02單位 現在目前維港灣最高樓層就是27座的10樓 我們見到1002 只剩下最後一套 如果這一套賣了就是8樓 8樓以下的 我們稍後會詳細說一下8樓以下 和這個10樓有什麼區別 其實我覺得現在10樓看出去是非常非常正的 看到這條片的朋友要仔細看下去 看下去 價錢亦都是我覺得都OK的 五十多萬左右就開了 我們進來 第一個講的我們先講廚房 我這個這樣就開了 托門都是做一些比較人性化的 是不會夾到手 那進來呢 看到全部做給大家 抽油煙機 收納櫃 下面櫃腿全部做好 到時大家只需要做什麼呢 買回單個樓頭或者雙個樓頭就OK的了 那這裏到時其實都可以選擇一些儲物櫃 如果覺得 廚房的儲物櫃不夠的話就做一個儲物櫃 那這裏可以做回七字型機都可以 那到時這裏呢 預留了一個 那個熱水器 那這樣的燃氣機到時開通一下就有了 這個位置就放一個雪櫃的了 預留的雪櫃位 我們今個月呢 起家做新活動吧 和他們買樓送六十五寸的夜精小米 4K的高清電視機 加上一個三開門的雪櫃 最加上一個大眼的滾桶洗衣機 加上空缸的 即是你冬天就不怕 衣服洗了之後乾不了 我們全部都為大家想好了 那我們進來這個位置 其實大家可以做一個定制的一個鞋櫃 加上酒櫃 間到中間來 那這邊是做一排的鞋櫃 中間呢 間攪空它 可以放鎖匙、手機這些小雜的東西 那上面做一個收納櫃 可以放一些不用的 平時用不到的那些 那些我們浸物 那裏做一個儲物櫃 下面放鞋 那這一排過到來 大家就做一個酒櫃 那就非常之認了 入門的時候看起來 就非常之溫馨和霸氣 那這裏呢 即是餐廳位 到時碧桂園這邊 會做一個全屋的傢俬送給大家 那這裏呢 會送一個餐桌 那是銀板石造的 質素都非常之OK 加上四張椅送給大家 那那我們最過回來呢 就是我們的客廳了 那客廳呢 去到三米三左右的 那到時呢 亦都是上了整套的一個沙發 和我們的茶几 加上我們的電視櫃 還有我們65吋的小米夜精大電視 那可以看到 一出望到去是超級無敵海景 我覺得這個呢 就會正好多了 因為為什麼呢 十樓現在可以看到 我們舊區的一個沙灘線 即是走沙灘的線 那如果八樓呢 就會被前面這座山擋住 即是擋不會擋 只不過是看不到這裏的海景 那我看到很多人用這間房來舉造 是怎樣舉造的呢 這個托門呢 直接就通過去了 不用 這裏選擇一個超清的玻璃門 即是封了它 那這邊呢 直接從露台 即是我們客廳通往露台這一塊 就是這條線 那這裏是做一個茶 即是茶室廳 那這邊是做一個落地玻璃窗 那它的使用率呢 基本來說就是100個房 那個業主是怎樣會這樣做呢 他覺得露台太大 他就利用這個空間來做 那它的主人房出來也是望海景的露台 即是你選擇到這裏 以這條線來選擇 他跟廳是持平的 那這裏就是露台 那其實這一個露台 有八九十呎左右 其實都夠用的 如果你覺得露台太大就這樣選擇 那其實這個位置 這個空間都非常之大 但是主人房出來就是海景 我覺得非常之正 可以這樣做 嗯 隔起來的話 我估計應該差不多兩三萬元就完成了 那到時這裏就放一個 你喜歡放一個麻雀桌也可以 茶桌也可以 因為這個廳夠大 我們進去看看內廊 或者你這樣都可以的 受護大家 因為每個人的品味不一樣 進來這個房間有些瑕疵 為什麼這樣說 窗是望在走廊 但是也有個 雖然望走廊 不過它是開闊性的 前面是沒有遮蓋的 當然 買到這些樓 買這些樓 基本都會做回窗鏈 因為隱私性不是很好 窗鏈做回來的話 所以私民性就會高很多很多 做回一個沙窗 加上窗鏈就可以了 這個位置 可以放一個 1.2至1.5的床 都沒有問題 嗯 這裏應該就做不到什麼了 看看大家 買一個1.5或者1.2的床 就可以了 或者是做在那邊 都沒有問題 那我們進去 這裏 這裏就是做了一個 乾濕分區的 那 藍浴間是做回給大家了 這個位置 如果說洗澡的話 其實就不會太逼 好似說你要查木浴露 那樣 我覺得都可以的 不會說好逼 那樣 冰窗 抽風扇 坐廁 坐廁這個是智能的 包括冬天的時候 怕冷屁屁的朋友 加熱的 它的圈裡面是加熱的圈 那這個是洗手台 鏡櫃做好給大家 裡面的鏡櫃還可以收集一些東西 那這裏就是我們的主人房 出露台的了 那 嗯 床頭放在那裏 肯定看不到海景的了 就看到對面的樓 那也是建議大家可以試著 即是試著 床頭放在那裏 看出那邊的海景 不過今天的天氣是差一點點的 即是比我 蒙一點點 如果是天氣好的時候 整個海面 海面線 噗咧噗咧的 海天一色 大家都是可以這樣理解 天氣好的時候 基本來說 海面都是很漂亮的 那放一個米5或者米8的床 沒有問題 如果米8的話 就放一個床頭櫃 那米5的話 其實放兩個床頭櫃 加上三面的落地 即是哪一面落地上都方便 剛才都說了 出露台的話 如果這裏大家 到時要間的話 就 聽大 房間其實 私密性會更加高 封起來 如果不間的話 其實如果兩公普或者 一家三口來住 其實一點問題都沒有 就看大家怎樣去用 看出去就是全海景了 露台其實是送了一半職的 它差不多是170尺 送過85差不多 這個單位 我剛才說好 8樓和10樓 它的消控表我給大家看看 這個單位 目前的消控情況 大家看看 這個其實之前是有 下訂了 這些灰色是下訂了 未應購的 這些藍色和黃色 基本都是簽了合同 應購了 它這個單位換了 就退了出來 所以今天拍的是10樓 賣了的就是8樓以下 02到05 全部都是8樓以下 還有個07 07就是看山景和一些海景 靠這邊的 75方的 有個8樓和14樓 東南朝向的75方 就有個17樓 是最高的 就是看內圓的景色 就一些海景都沒有 有少少 出露台的時候 可能這樣淡過頭出去 就有 很多觀眾朋友 也都問這一塊 是做什麼的 我跟大家最詳細 再講一次 這裡 勾進去這裡 這裡到時會建兩座樓 大概遮個海景 我現在給大家看一下 大概是這樣 這裡對於我們來說 是一些遮擋都沒有 下面 到時會做綠青道 為什麼呢 這裡有個通道會通回 螢海南北那邊 這條路做好 這條路就這樣過去 雙向差不多有四車到 到時也方便大家 為什麼這樣說 有些巴士會來到我們27座 那他不會在大門 正大門 繞圈上來 因為我們在山上 這條路通過 他直接在下面 上到外上邊 方便很多 我們走到樓 沙灘也快很多 不用繞圈下去 直接走到下面 就是沙灘 我們下面 我們見到 其實娛樂設施 都是非常齊全的 下面有籃球場 也有羽毛球場 既然想下去打球 或者什麼 在家裡 屋卷就有 屋卷裏面有泳池 如果你想游鹹水的話 就沙灘 淡水的話 就我們屋卷的那個泳池 好 那就不多說 如果喜歡這個樓層 其實就只剩一套 看到這條片 對的 對你心水的 那就連繫我們 出來看樓 我最終說回價錢 這一座 這個單位 就是五十萬左右 一炮過 可以按揭 按揭的話 就貴多兩十萬元 這樣上 送全屋的家具 加上我們起家送的 這三件 大一點的家電 我們 關口 全部車派在那裏 如果有興趣出來看樓的時候 可以掃我們的碼 我們上面有WhatsApp 或者WeChat 如果不懂得掃的 可以點我們 我們評論區下 有條連接 點鍵入去 可以直接傳到WhatsApp 我們可以傳 問我們 這樣就更詳細 這個單位 就講得差不多在這裏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要欠時間 一定要欠時間 因為十樓就剩下這一套 好 這一集的維港灣27座 我的100280方的單位 就介紹到這裏 我們下一期再見 拜拜